基本Key射完後我們一樣可以再對骨頭一樣我們加入一些stretch的 關鍵就加一些延伸展的動態 像這裡 腳的話 我這裡我就可以這樣拉伸的時候我們在scale 我們用global scalez 我們腳 被拉伸 scalez 當然這裡scale後我們就可能rotation就要稍微 做一些修正 像這裡也是 我希望他壓下來後腳好像被擠壓 被拉伸 scalez scalez 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更誇張的部分像他一樣掉下來的時候 腳 腳背 rotation scale 做一些 比較誇張的動作 好 local y 拉出去 scale y 拉出去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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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 Rotation OK 这样子增加一些他夸张的感觉 现在的动作比刚才更丰富了 在graph Dope 3 这里设定的差不多之后 罐的地方我也在增加一些拉扯的感觉 这用local graph corbo 我们转到侧面 侧边 其实罐在往下坠的时候我们就旋转嘛 其他 被拉扯其实应该 Rotation另外一个转向他也会像被往上拉伸 像被缩上来 被拉的感觉 甚至我们可以夸张一点就是让他们都有甚至往内靠 好像侧边的话脚的话 刚刚没有调到嘛脚 到侧边拉伸伸的时候其实脚坏 脚坏可以 应该更往 更往下才比较 符合 实际的 引力的动态 可以选 那我们这边我们就要修正一下 他的 旋转 好 这里关键针都设好后 我们就可以来调 调curve 像我们的脚 脚的 主力显示出来 好脚开出来 脚这边的curve 我们针对他 到 速度这里我们希望他稍微延迟多一些延迟 scale z 我们这样针对他碰到这里 底下的时候我们希望他 脚的动作多延迟久一点 scale x 这样的话你看左脚 他缩回来的时间会变短 变慢 变慢 这样这两个key我们可以一起 中间 scale x 发生 这样他收回来的速度会 收回来这个瞬间的速度会变更快 可以加上他夸张的效果 当然往 这里往下坠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一样可以把他 scale x 做动作多夸张一点 做延迟 好我们的身体 的key就这里 这里我们像身体的话我们也可以 多做一些 scale 也可以 动作动作这已经确定后我们可以把它做夸张一点 挤压部分我们加更更多 落下的时候 然后 可以做一些 更明显的 做一些调整 好curve就我们可以利用curve让他做一些动作延迟的 部分做 不同部位 不同部位的延迟做不同的设定这样的话他动作才不会完全的在每一个 时刻感觉都一模一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些动作的感觉错开来 因为要不然预设的话他们的旋转 落放都会很很接近 好 好 Truly things 能够